咋了一些最近买的东西 第一位从老朋友说起吧 Dame Dream他们家的 这个包装要值得给个特写 他们家的包装非常适合送人 就是你打开的时候 里面还会有一些干花做装饰 非常的有仪式感 特别是七夕马上又要到了 无论是送自己的闺蜜啊 还是说要送给女朋友啊 暗示你家家属的呀 仪式感我觉得偶尔还是要有一点点的 这一对是我最近在他们家挖到的 特别有设计馆的一对 你听一下声音 就它的声音特别磁石 它这个颜色很百搭 所以我后面又看中了 它这个浅金色 像我之前买的金很多 是那种特别特别红的金 它的话是那种浅金色 特别抬肤色的一个颜色 不过我平时穿的 还是银色稍微多一点 它这个耳环呢有两种戴发 第一个是像这样正面戴 它就像一个竖条的那种感觉 会比较支杏一些 很适合在通勤的时候去戴 还有一种戴发 像我是方列嘛 如果我想要让它修饰的 稍微细长一点 瘦一点的 你可以反过来戴 就把这个弯弯的地方在前面 然后它就会贴着你耳垂的位置 好像长了一个小翅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也还蛮鲜的 好妙好妙 这个好妙 这个细节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编织状的 但是呢它是用硬的金属的材质 去做的这种很软乎的这种设计 我对这种软中带硬的东西 就是浴宝 你们会发现我有很多很多食品 都是这种风格 很有质感 但是呢它又不会拉我的耳朵 细节我去细看更漂亮 它是简单的线条里面 做出了一个很丰富的变化 知性的风格里面呢 又带一点小性感 金属跟编织的一个结合啊 我觉得把金属这种本身的硬朗感 给它消除的很好 就有一种很柔软灵动的一个视觉效果 七夕马上就要来了 像这个锁头项链 是去年七夕的时候推的 到现在七夕本来看 它还是不过时 这个是我跟他们家的一个结缘款吧 它这个锁头非常非常有分量 加上他们这种非常贴心的包装 就收到手 你会觉得自己买的好值 锁头的寓意也特别好 在七夕的时候 因为这个锁爱嘛 我自己工作手上一些卫衣啊 然后就是T恤的时候去戴 它在鞋背可以很好地修饰 这个紧薄的一个线条 这个也是个很经典 经典款式再过一年看 还是那么好看 再来是两条项链 这个是VIGG家的山河链 他们家的视频我买了不少了 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啊 一直都有在不断地戳我的心 没有买腻的感觉 它的话呢 后面可以调节 我一般会戴在所有上面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造型 有点像我很早之前买的一些珍珠链 一样的经典 但是换了个材质 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特别休闲 我第一次买它的时候 我对它的名字有一点好奇 因为它叫山河链 直到我收到以后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珠子上面都有刻 一面是山 一面是河 两两相间而成 然后呢 你看它的光子 它除了大的光亮的感觉以外呢 它每一颗单独的珠子上面 都有进一步给它的山河图案 做了单独的喷纱工艺 所以的话 整个珠子就是超级立体的 大块看出去很有存在感 细节看上去丝毫不简弱 哇这条链子真的非常非常超纸 还有一个是一个可以调节的长链 中间的话是一个扭扣的形状 特别对于我做卖衣服的 这种细节特别出了我的心 它这个扣眼地方的链条 它是可以活动的 可以虚微的把它调 上去一些长短 就由大家自己来定 还有就是搭配衣服的感觉 像我这个衬衫呢 是比较开的稍微微一点的话 我就会选择稍微长一点 看起来是不是比较随性一些 这个到秋冬天的时候 去搭配毛衣也很好看 羊毛衫啊 小小的打底啊 那我们呢就稍微的让它短一些 下面两个小吊中的珠子 特别有分量感 它的整个重心是往下坠的 然后人动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厉害 再来是我新买的鞋子 如果是姐妹们知道 我最近的一些风格 包括像夏洛克啊 包括像百折裙啊 慢慢慢慢的有在接触这些风格 然后呢我就在找一些 与之对应的鞋子 这个鞋好好走啊 稍微有一点分量感 然后呢就带一点点增高 特别是在穿中部的时候 可以把整个腿部的线条拉满 这个鞋真的很秀气 就虽然它是一个厚底鞋 但是你看前脸的地方 特别是一些脚宽胖的姐妹 应该会很喜欢这种鞋头 然后好软 他们家的鞋子 我觉得就性价比很高 它是属于平价线的 整个鞋子穿起来就是又轻又软 然后它的那个细带的部分 给你细了一个很可爱的结 看起来很特别 鞋面的地方是一个明线的设计 黑白拼 上脚看一下 我今天搭配的就也很适合这种鞋子 如果大家最近对这种 有点学院派的风格喜欢的话 可以试一下 这个上面是有个明线的 下面也刚好有个明线 旁边的增高 因为它是黑色的 所以我觉得看上去 它也不那么突兀 也不那么那么的粗鲁 算是一个比较秀气的这种鞋子了 真的显得好乖哦 这个鞋 很轻和不然 好穿 感觉它的风格 就是比较偏美式复古一些 它这个鞋底呢 大概是四种分 非常轻 这双鞋非常轻 是符合我选鞋子的标准的 平时的话是要轻便为主 我个人比较喜欢一些 那么纯的很深的 要么浅一点的配色 我觉得比较轻轻一些 所以我就顺带买了一个 他们家这种饼干鞋的一个形状 我给大家知个经验哦 就我在买的时候 我发现后底鞋 有的时候经常它的鞋面 看上去就很粗鲁 那种鞋子基本上穿起来 就显得人笨笨的 腿粗粗的 你们去看一下 有一些鞋子 它的鞋面就是很秀气 上面是收的 然后下面放大 就有点三角形的那种感觉的鞋子 穿起来就特别特别嫌脚长 上脚的效果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看好轻好穿 最后一个是我最近新买的表 太好看了 我一定要给你们从包装就开始看起 太有设计感好姐妹们 它这个盒子 我应该留着收纳一些东西 我都不舍得丢的 你看看这种枪影色 它也有现代感 你听听看这个拆箱的声音哦 里面呢会有一个保修 然后呢是一个兔子装着的手表 它是一个陶瓷表 帅不帅 酷吧 然后触感贼好 这个牌子叫喜架 姐妹们可以去搜一下 有很多明星代言的 收纳表带的方式也很特别 但是内插进去的 所以的话不会有一个舌头兔在外面 它是一个双面镂空的一个设计 然后里面你是可以看到 它机械的一个转动的 嗯就好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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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它 那个表盘很大 我很喜欢戴大表 大手表就是特别显手臂纤细 它这个表盘是陶瓷的 你看看它转动的时候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很迷人 而且它这个是叫光感陶瓷 挺有东方氛围的 很温润 很通透的一个感觉 随着光面的折射 它会有一个X型的字面特殊光效的 它这个小兔子是浑身带着雷射光彩的 很有设计感哦 这个我打算给它挂一个钥匙口 然后把它挂在我的双肩包上 应该也非常好看 是羽翼的18K项链 是不是很好看啊 这个是太精致了 这样子好像照不出来 我放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觉得好不好看 好看的姐妹给我扣个好看 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但我带出去的 大家的反响都还可以 它真的是好精致哦 没有办法躲过这种精致的小东西 好了 这期做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